2024年十二月生活圣言 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 我们要讲述圣母领报的事迹 天使加比尔尔去见纳杂勒的玛利亚 告知他天主在他身上的计划 他将怀孕并生下一个婴儿 耶稣 他将是伟大的 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这一情节与旧约中的其他事件一脉相承 在这些事件中 那些不孕或年迈的妇女奇迹地生下孩子 并且他们的孩子将在救恩时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在这里 玛利亚虽然愿意完全自由地接受使命 成为墨西亚的母亲 不过 他却询问这事将如何实现 因为他只是个厨女 天使加比尔尔向他保证 这不是人的工作 圣神要领域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避应你 他还说 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 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 这保证意味着天主的任何宣告或应许都不会落空 因为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表达 借着天主的力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 希腊文中 借着天主或接近天主或与天主在一起 在表达上的细微差别 突出了天主与人十分亲近的密切关系 对于人类来说 当他们与天主在一起 并自由地皈依他时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天主前 没有不能的事 我们怎样才能将这句圣言 付诸实践呢 首先 我们要满怀信心地相信 即使在我们的局限和软弱中 即使是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 天主依然能够行事 以下是潘霍华的一个经历 他在被监禁直到接受死刑期间写道 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在耶稣的生活 言语 行动 受难和死亡中 才能辨认出天主所应许和所实现的工程 肯定的是 对我们来说 已经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对天主而言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然 我们不能奢望任何事 但我们可以祈求任何事 肯定的是 在苦难中 隐含着我们的喜乐 在死亡中 隐含着我们的生命 天主在基督内 对这一切都说了 事和阿门 这个事和阿门 是我们立场的坚实基础 在天主前 没有不能的事 当我们努力 克服自己的不足 及表面的不可能 好能令言行一致的生活 成为可能时 在这个过程中 团体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团体幅度 就是靠门徒们彼此之间活出耶稣的新诫命 让复活基督的力量 临在他们个人或团体中 并且得以发挥 1948年 卢家乐写信给一群年轻的修会人士说 向前迈进吧 这不是靠我们卑微软弱的力量 而是借着合一的大能 我亲身体验到天主在我们中间 能实现不可能的奇迹 如果我们忠于自己的使命 世界将看到合一 天国也将因而打至圆满 多年前 当我在非洲时 经常遇到一些 愿意以基督徒身份生活的年轻人 他们告诉我 为了忠信于信仰和福音的教导 他们在所处的环境中 每天都面临着许多困难 我们促悉常谈 最后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单靠自己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一起就能做到 耶稣自己也保证了这一点 他应许说 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字 即在我的爱内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 与他在一起 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天主前 没有不能的使 对应的 对应这个 们全部许多费 有数据